私底下最太太的行为是什么 他私底下 我觉得我最太太的一面 刷一刷 大家好 我是Jackson 今天我们来探班综艺节目 《HTB太太4》 是的 《HTB太太》回来了 我们今天去看一下他们做些什么 开始吧 我明天会去采访《HTB太太》 因为希望明天不会紧张 所以今天做一点功课 不是比较发型的吗 发型的吗 哈啰 两位姐姐 你们好 我刚才看你们做那些馒头 你们两个一直在损一茶的吗 对 你记得不新鲜了吗 是 你有看过《HTB太太》吗 有 有 我看过 真的吗 我真的有看过的 有 黄姐姐跟陈姐姐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们的角色 没有 这边是黄泰跟陈泰 好 黄泰跟陈泰 谁是黄泰 黄泰 陈泰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们的角色呢 我们两个是好朋友 然后她是新加坡人 我是从香港 我是HTB太太 过来新加坡 然后住在HTB的 所以我们整天出双路队的 我们是死党 好闺蜜 是好闺蜜吗 是好闺蜜 我们做什么都是会在一起的 你感觉不到吗 对 上一季你们去买菜 然后她就是拿那个LV的袋 你也是跟她学 你拿一个LV吧 你的是黄泰 黄泰 这时代不一样的 我用的是这个 这个很环保袋 这个是重装袋 这个颜色可以适合衣服的 这个黄泰 黄泰一下就完蛋了 是的 一下就完蛋了 这个系列就有一点不一样了 黄泰 想问一下 你的那个口头船是什么情况下出来的 对 很美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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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是台 台来的吗 是不是第一集开始就是转高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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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话要这样子的吗 你要从香港来的吗 其实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还不太习惯 拍了一两集之后 我就很自然的 然后也停也停不住 后来都说不可以太多 半个太多 我已经停不下来了 相隔了十年 我怎么要找回这个角色呢 不用找回 她一直都在那里 一直都在 有一段日子会忘了 很快 一碰面就有了 对 我们一碰面就有那个火花了 就有那个感觉 而且看起来一样 我前几天有在一起看 做一些功课 跟十年前完全没有分别 是吗 真的 觉得你的嘴巴真甜 所以十年过后 你们见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就是一模一样 我也是这么觉得 你也是一样 不 我变美了 那个感觉还是一样 还是差不多吧 对 我们的心态一样 对 样子也没有了 十年 十年了解 都没有 要看第一集就知道 我们也是有讲了 十年没见面 在后面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这一系列我们也看到一些 去人家的家 去人家 去人家的工程 走进去 你感觉是一个度假屋 但是他们花费并不是很高 有一个是我们去那个人的家 因为有一些家的商业 对 比如说我们在外面喝的那个清汤什么的 但是他自己去选购那个材料 所以我今天可以送去你家 对 很方便 对你示爱这样 你们有没有好像特别喜欢的一个 还是有一个很难忘的经验 我最近的 我是最喜欢的 我喜欢那个狗 水上乐园 狗狗 水上乐园 HTV下面有一个狗狗的水面图 水面图 对 你有惊喜吗 一个狗狗 还是很多狗狗一起有 很多狗狗一起有 所以你可以带你的狗 他可以带他的狗 我可以带我的狗 然后大家就去玩 然后回家之后还一直在想 很难忘 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有新发现 我要看HTV台台 两位都是演员 然后你们比较喜欢主持 还是喜欢演戏 就好像拍戏我们 《常敬而人间的酸甜苦辣》 就这个每天吃完乐 这个只有欢乐 比较轻松 有时候Angie的时候 可以重新 但是拍戏不行 你要在那个情绪跟在那个人物里面 当然我演了这么多年的戏 还是比较习惯 在拍戏方面 可是我刚才看你们主持的时候 每一个戏不一样的 看到吗 都有一些即兴表演 对 会有一点即兴 突然间丢球给你 看你的怎么介绍 反应 对 所以我觉得主持是比较好玩 虽然是有一个画稿 但是我们可以自由发挥 只要重点讲出来就好 所以相对之下 我当然是比较喜欢主持节目 因为感觉比较轻松 然后也比较好玩 然后工作的时间也没有像拍戏 这样长 这样辛苦 你们私底下最太太的行为是什么 他私底下就递歌《太太》 真的来 我私底下 我不是抓太 我是最传� hopefully 我觉得我最传统的 戴着这个Music 戴着resso bounce稻无觉 那个是最传统的 我一眨而已后 Schulen crystals 好 谢谢两位姐姐接受我的采访 有时间过的真快 这么快就结束了 我会想你的 我也是会想你们 多多期待 读得支持 在巴频道 什么节目 HTV台台 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请点赞 订阅 订阅 记得打开小铃铛视频不漏看